不一樣的思維 跟我們作為媒體會有一些媒體的任務 我們不可能把我眼睛看到的東西 不講出來 我們會有這樣的一些任務 那但是呢 跟我們募款這件事情其實不是割裂的 它本身就是普遼網這個運動的一部分 那我也等於說是在 說明了運動的媒體跟媒體的運動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 募款單在大家手上 如果要填的話 等一下可以直接交給我這樣 好 那個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不知道我們超過很多時間 沒有多聊 這幾個嗎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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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點還九點 九點 九點四十二 所以說一點點時間吧 那個我其實蠻希望跟大家多聊一聊 大家有沒有問題趕快問 如果有能力趕快填 問了就填 很明顯 所以你講 是從前年的原來 原來 原來 你也是從 就是 你這種 入圍媒體的角色 你是暴躁的角色 所以你們 不會因為 心裡面認同哪一個角色 就用那個角色去 判斷 你們都是你們看到的道理或事實去呈現 我覺得這是你們的共同意義 再來就是 問題是 男生為什麼可以 他一通電話就叫其他美女不要 其他美女就接受 是因為他們私下有 一腳踏或者是 就是說通關水用的支出 給其他美女 但是那個 不曉得你知不知道那個方簡 就是我認識他是因為 簡直覺得也算不少我認識 那個 被料廠裡面的什麼 哪一個牆裡面有什麼 什麼的 那我不曉得你對 你對這件事情 因為他只是用一張照片呈現出 他想要表達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問題 我想像這樣是不是 他報告方式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這樣 只要大家多提起來 所以我就這邊 先講 你先 我先講 男生 為什麼會有那個影響 你其實我也不知道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 因為其實 你也聊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豐厚的 這關關系的資格 包括說他能夠把 因為各位知道他是 但是 我素質可能會說錯 但是 先聽吧 就是他是自己口袋拿260億 然後又跟銀行借了260億 把南山買下來 但是呢 其實他口袋裡面這260億 有一個說法 他其實是透過香港那邊 然後台灣利用 台灣的公民航庫 也就是趙工 轉了一手 他從香港借來 所以說 他買下 南山的所有的錢 全部都是趙工給 因為他在國內 借290億 也是被趙工借 500多億 他一把錢都沒有出 他就把南山買下來 然後 接下來他現在就要 讓南山上市上會 什麼什麼 繼續的襲擊 因為人獸 保險物資最好襲擊 他要趕快做這個事情 那 他連這個都有辦法喬到 你覺得他喬一個媒體 會很困難嗎 那個 然後另外一部分 可能就跟廣告有關吧 那但是 實際上他怎麼運作 我覺得也許需要 更多媒體的高層來去談 但是 我看到的現象就是 我剛剛有講我看到的現象 跟我的判斷 我看到的現象就是 南山那天的抗爭去了 所有的媒體都去了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大家有去喔 蘋果日報登了一張照片出來 後來有登一張照片出來 就是 就是大家都有去 但是最後都沒到 我 我其實看過很多這種場面 就去一大堆媒體 他有幾個可能啦 一個可能就是 所有媒體去 只是等打架而已 比如說熱身大遊行 那他等熱身 只有熱身 和平那不得了 就所有都不報 然後就找到一個小衝突 然後整個新聞就報那個衝突 那他從頭等到尾 等不到衝突他就不報了 這是一個可能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媒體 就被鎖掉 就被戳掉 這個東西 然後方簡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 那個是重要 可是我覺得需要更多的佐證 對啊 那 有的時候 像方簡所扮演的角色 我的認識比較會是 因為他都是一點一點這樣子丟 那但是他其實也丟出一些 有意義的東西出來 但是能夠讓這些東西 後續的產生意義 其實譬如說 毛定羅酸事件 那個事情也是方簡開始丟出來 但是大家其實後來 跟跟跟跟跟 其實就跟出了一些東西出來 那但是呢 他能夠說服更大的群 更大的社會更多的東西 的還是在於他的事實 是被更多的描述 雖然說描述了更多事實 並不解於那些問題吧 就是他那一圈 毛定羅酸裡面 是120根 為什麼會斷掉三十幾根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那個是永遠不會斷的東西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後來台電自己有一個說法 就是他在施工的時候 有瑕疵啦 因為那個那個羅酸拿出來 都放在硫磺器裡面 然後最後把它給弄進去之後 他在一開始就有問題 然後講法是這樣 那但是 還是一樣 你一根羅酸放在硫磺器裡面 你有沒有辦法去推出 其他羅酸也是這樣子 那麼 合一場有這個問題 別的場有沒有這個問題 這我不知道 然後 然後台電線就讓他繼續運轉 那但是呢 但是呢 我會認為說 方简量子的東西 其實大概 大概需要的就是 我們去做更多的 40秒數的工作 那如果說只靠這樣的東西 出來 其實我覺得會有一個可怕的 我自己會這樣覺得 我自己會這樣覺得 如果說只是一點一點丟 然後 然後丟出來的東西 都只是 都只是一些傳聞 跟意測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些問題 對啊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方简也是媒體人出身 他也是記者出身 那 那但是我沒有覺得說 他有花很多工夫在這件事情上 因為我自己是 本身我是看到東西 我覺得有充足去 但是我還滿想的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每一件事情都會有 他開始成功 那我沒有想到 在轉職這個東西 會覺得他是一個 我沒有說我支持誰或誰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現象 是真的被看到 我覺得Facebook 這個現象是 對 我是覺得聲音有利用嗎 就是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們說 現在我們掌握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說 你今天的東西其實是 第一個 Facebook 它有一個物以類聚的現象 所以說你丟出去的東西 經常是 你在你朋友之間傳來傳去 然後你丟的東西 把你朋友就相信 但是其他的圈圈也不知道 最後就變成少數的圈圈 就變成說一個 一個不斷的在存庫 各種各樣的觀點 訊息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他是有點可怕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不過今天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對大家好好聊 我覺得 我們在講說 所謂的大眾傳播媒體 大眾傳播媒體 他的 他本來在他預設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一個特度的 清楚的對象 他是以整個社會做的對象 而這樣子一個假設 他其實假設了一件事 我必須要強調 我反對公正客觀這種看法 我認為他不存在 但是他 他表現的一件事情 大眾傳播媒體 所要傳遞出去的訊息 大眾傳播媒體 所要傳遞出去的訊息是 要對整個社會的人產生效果 我不是只講給少數幾個人聽的 所以說他因為要對整個社會 要必須要講給所有的人聽 所以說他必須要去做到查證 他必須要去做到一些說明 讓別人不會看得懂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重要 其實我剛剛也在談的一個東西 也是回到我剛剛前面談到的 我必須要把話說清楚 所以說我也在假設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我的對象 雖然現在當然不是 我希望我的對象是整個社會的人 我覺得這樣的想法必須要存在 但是現在的媒體 越來越不存在這樣子的想像 你去看一個談話性節目 他只要改分出你的收視率就夠了 所以他只要講他自己群眾 一個圈圈的文化就夠了 百分之五是很高的 百分之五應該就是有重大話題的時候 然後呢 大家都從談話性節目 而不是從新聞報道裡面去讀到新聞 現在越來越是這樣的現象 所以大眾傳播媒體 開始自己也在小眾化 而且他自己放棄了大眾傳播的 那一個像整個社會說話的企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我也沒辦法 台灣的媒體生態的話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變媒體 台灣市場才有多大 對不對 你看那個新聞台這麼多 這樣一分散之後 他怎麼可能 就剛剛講他要去做 做還是要有一點資源 像現在這樣 所以說我覺得 他們是很自由啊 但是很負責任 我們能做的是 所以說有一點點很有趣啦 就是國老王在得到社會公器獎 國會新聞獎 社會公器獎 2017年之後 評審委員給國老王一個評語 叫做理師求諸也 就是說 那個朝廷裡面的禮節 通通通都消失的時候 反而是 在鄉野之間的人 還在遵循這個福利 有一點這個味道 就是說 我們不是一個正統的主流媒體 但是它主流媒體的一些理想消失說 譬如說我剛剛這個想法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對整個社會說話 我不是只是針對打些人 然後讓他們爽就好 我其實不太喜歡那樣的報道 因為其實現在報道有很多 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 我有時候都會跟導師有一個朋友在講 你只要發生一件事情 你就是把那個地方居民裡面 年紀最大的阿嬤拿出來 然後讓他對著鏡頭掉眼淚 馬上就會有一對向你去支持 我碰到這樣子的畫面 我鏡頭跟我轉動 我很不喜歡這樣的東西 這一次叫什麼有新聞信 有新聞信啊 有新聞信啊 然後另外我覺得可以 可以找到一群抽個相同的人 然後去找到一群人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的東西是有一點 有點可怕 這樣子的發展是有點可怕 但是我還是強調 苦來網從頭開到我 通通都不強調都是政府外的這件事情 每一個報道一定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那有立場 那有立場跟我是不是嘗試的 跟整個社會對話是兩回事 你沒有立場你才不可能對話 有立場 因為有立場的話 我才有可能基於這個立場 去跟你還沒有對話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還有嗎 那個 一天一 那你剛才能願臨的風力發電 對 你願臨的距離 其實現在台灣有在 就是 國際會對於 就是 國際會對於 他在做引導的風力發電 離岸 離岸 離岸的風力發電 就是這樣離岸的風力發電 就是這樣離岸的風力發電 有的氣化 是否 離境還是那個 離岸 就是海洋生態會被 離岸風機對於環境的衝擊 是比在岸上的風機還要大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說它對於海岸的 沙子的堆積 海岸的地形地貌的改變 跟海裡面的生物的影響 離岸風機那個衝擊 就是大力在洞上的風機 對 所以說 我覺得這是個嚴肅的問題啦 就是說如果說你風力發電 真的要這樣的大型化發展 然後在台灣其實空間 真的有限 那但是呢 如果真的要討論到這個問題 我會認為這樣 我會這樣子看 我不告訴你 和你的風機距離是多少公司 但是我剛剛談到 院裡的這個案子 大家會看到一件事情 居民沒有完全不接受 對不對 沒有嘛 居民最少接受兩支吧 就是 回到劉正宏講 因為劉正宏是說 那兩支你們反正接受 就讓他動風 當然不能這樣講 但是居民起碼接受兩支 因為 他要把 要英華為把所有風機都塞到那個區域裡面 塞不進去 但是最少那兩支他接受 那 而且呢 我剛剛說 14支就是第二次環差通過 去年年底到現在 這兩支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 你說有溝通很久嗎 也沒有嗎 那溝通 然後雙方各推一部最後同意 有一個結果 然後這兩支風機 其實距離最近的名前 大概也是三四百公司 也沒有很遠 但是問題就是說 人家能不能接受的感覺問題 我會覺得 我會這樣看 我會覺得 我現在不會去談風機規範 應該多少 這個風機規範應該是在 不斷的衝突跟比較差中間 慢慢生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不可能把一個東西做到完全沒有影響 不可能 但是在台灣如果說大風機真的要在台灣 會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他應該要怎樣 其實 我會認為說 反風機的人都應該要出來抗爭 然後抗爭到最後 瞧出一個結果出來 這個不是我在今天能夠看到的事情 我認為月底 我會希望 其實我今天剛剛才跟月底那邊通過電話 其實我個人內心裡面會希望他們能夠坐下來 我會希望他們能坐下來 就是英華威跟 當然現在英華威有一個陰謀啦 就是他不斷的在媒體面的示弱 包括那種示弱 就是釋放訊息說要談要談得好 那好像他們很有誠意 居民都有誠意一樣 那事實上這個過程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怎麼樣在這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跟居民取得一個共同的